大家好,我是David,今天是1月27号,我们是数据分析师和BI Developer学习与求职辅导讲座的第三讲,原本我计划在今天我们要回归到我们的知识体系,因为上第一次的时候我们还有一部分关于关系型数据部的一些重要概念,没有和大家一起来学习, 像这个index,还有这个stuffer series等等,然后我也想讲整个一部分peasical的东西,但是最近这两天一直有学员在问我关于这个简历,求职,面试的一些问题,所以我也跟大家提到过,原本我也是要打算在这个最近要讲一次,那么我后来今天早上我再决定就把这一个讲座放到今天, 所以我们今天呢将会主要这个一个话题呢就是这个job hunting,就是求职,然后我在这里面会涉及到这个大家关心的一些问题,比方说求职的一些过程呢,大概成功的找到一份工作以后,找到工作的话需要多长时间呢,我知道当然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对吧, 但是我们从这个通常来讲,我们会给大家一个idea,然后给大家一个想法,让大家知道在求职关当中,在哪一个阶段遇到哪些事情,这都是正常的,这就可以支持大家来更好的来寻找工作,另外呢,我们还要知道在哪儿,如果我们想申请职位的时候, 去找到一些关于DA或者BI的一些相关的工作,那么找到工作以后,你如何书写好你的简历,这简历太重要了,因为我们上次提到,我们上次的这个同学,他这个在过去12月份面试的时候, 投出30多份简历,那么只收到了15份的这个回信,我们在今天这个里头会可以展开一点来讲,然后呢,就是同学也问我,面试的时候会有哪些问题呀,当然每一个公司,每一个团队,每一个职位,他或者是甚至每一个面试的人,这个不同,那么他这些问题可能也会这个千奇百怪哈,有的问题确实也比较怪,但是呢,我们就像我刚才提到的,就是general 我们在面试的过程当中,某一个阶段,大概都要,这个面试者都会问到我们哪些问题,那么我们作为被面试者,我们会问哪些问题,所以都会在今天我这个专题讲座当中呢,跟大家一起分享探讨一下,那么在进入我们今天的这个正式话题之前呢,最近也有一些学员正在这个关注哈,因为我上次也提到,在2月11号, 基本上在2月11号,我们新一期的这个project就要开始了,因为我知道这里头有我们参加过我们project的学员,那么大家对每一期project的结束之后,大家对project还是印象非常深刻的,也觉得收获是非常多的,因为我们在这个整个project的过程当中,我们这个不仅能够完全实践到我们的知识体系当中所涉及到的一些technical skill, 我们也能很好地了解一些这个business的一些knowledge,包括一些这个rule,甚至是一些我们的这个在工作当中的一些管理模式,比方说我上一节我讲的这个agile, 啊,敏捷的开发啊,这样,所以大大的这个可以加速啊,你在寻找工作当中,过程当中对于知识的融合和理解,而且会更好的啊,这个你更有信心的去这个投入到啊,这个找工作也好,或者换工作的这个过程当中来啊, 那这个我们对外的这个收费的话呢,一个project的一个学员是3000块钱,但是参加我们课程的啊,不论是我这边数据分析啊,BI developer这个课程,啊,还是参加杨老师CRM的这个学员,那我们就是1000块钱,所以呢,这块给大家这个告知一下啊,那么啊,这个希望大家这个有兴趣啊,或者有时间有精力的话呢, 因为我刚才提到,确确实实,它是一个把你整个这个学员的知识体系,串联起来,那么通过这一个project下来之后,你对啊,这个今后啊,作为数据分析师,或者BI developer,你无论是在工作环境当中的数据流程啊,我们说dataflow,还是业务流程啊,还是这个管理的流程啊,你都会很清楚,所以这样的话,你就会感觉这个虽然我们短短的这个几周时间啊,但是你会这个收获啊,很多很多 的东西啊,所以我在这里头简单的提一下啊,好,那我们今天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这个介绍啊,那么,呃,我我因为刚才我说今天早上决定这个要讲这个专题啊,所以呢,这个我我大概也没有没有来得及时间来画这个流程,但是这个网上一个很好的啊,我找了很多啊,那么我也去掉了一些这个东西啊,那么最终呈现给大家基本上啊,这个刚才我提到了,team不一样 公司不一样,职位不一样啊,这个甚至职位的level不一样啊,那么里面是所经历过的process啊,也会有这个这样那样的不同,但总体来讲啊,大概大家可以给大家一个这个sense啊,因为我知道我们这里呢也有学员正在工作啊,他只是想换工作,可能也已经有啊,找工作的这个经历了啊,那么也也希望大家啊,在我们讲完,我讲完之后呢,大家如果有一些好的想法或者经验这个感受都可以跟我们分析 啊,首先当然啊,这个图你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从我们自己来看,也就是说我们求职者啊,他的一个process,另一方面呢,你可以从这个employer,就是雇主那一块啊,你的hire manager那一块啊,来看,所以我刚才提到,我把这个图删了一下啊,因为他第一个,他interested啊,实际上我想填上interested jobs,就是你对哪些工作感兴趣啊, 啊,首先你得要自己这个定位好,我想啊,在座的这个学员都已经啊,很明确了啊,要不然也不会参加我们这个数据的这个这门课程啊,数据分析和BI developer,对吧,啊,那么从啊,这个雇主这块,他实际上原来就是interested的这个,叫这个applicant啊, 啊,就他感兴趣的这些这个申请者啊,是这样的一个这个情况啊,而且我今天早晨决定讲这个话题的时候呢,而且特别啊,这个高兴的是,我正好今天上午啊,有机会和一个这个银行的一个manager啊,这个见面啊,因为正好我也正好跟他,因为我本人啊,也被面试过这个很多次啊,因为自己也是一道找工作换工作啊,那么同时呢,我也面试过 一些人啊,就跟这个cine manager也好,跟director也好,所以呢,也有这方面的经验,而且啊,也认识一些,比方说做hr的啊,包括做这个这个manager,所以我刚才提到,特别今天上午啊,啊,一会儿可能我会把他给我的一些这个建议,还会放到我我们今天的这个讲座里头啊,所以可能会给大家提供很好的一个帮助啊,那么你这个职业方向定位以后啊,当然你首先你要这个通过学习了,对吧,那么你这个 这个通过课程的学习,通过project的学习,啊,通过这个经验的积累,对吧,那么你决定,OK,我现在开始造工作或者是换工作,那么你当然就要准备这个简历了啊,啊,同时有的公司呢,对于这个cover letter他也有要求啊,那么有时候可能你在啊,申请的时候,online的时候,你除了啊,这个这个upload你的resume以外呢,你还要upload你的这个cover letter啊,所以一会儿我们也 简单的提一准这个cover letter,那么有些公司的话呢,他也许也不需要啊,但是看啊,分这个公司的情况而看,那么这是这个简历的准备,然后呢,简历准备好了以后,就像我上一讲,我我们那个给那个同学分析的时候,帮助他的时候我提到,那么简历当然分这个几档,对不对,如果你有幸啊,也就是你的简历准备好,我们今天会有一个专门的这个时间来讨论,怎么样来书写简历, 那么一旦你的简历符合HR的这个这边叫筛选啊,screening啊,就是HR我上次提到,他要根据job posting,还有manager这个写出来的这个job posting,他要进行match,那么如果你一些关键词,或者是一些主要的technical skill,你都有了啊,那么他就会这个进行啊,这个电话面试,所以大家看这个第一个phone interview啊, 是指通常是指HR啊,我们一会儿也会提到HR经常会问到哪些问题啊,你会怎么样更好的回答啊,对吧,通常是15到30分钟,但是一般来讲啊,可能30分钟会居多一些啊,因为这个30分钟会可能他会了解你更多的情况啊,特别是你职位啊, 高一点啊,比方说senior职位或manager职位的话,那肯定,对吧,这是电话面试啊,而且通常来讲,啊,这个通过我身边的朋友啊,当然我想咱们在座的,因为好多这个学员,我知道啊,大家可能有这边的学习背景,有这边的,呃,这个工作经验, 所以这个包括英语也好啊,包括这个这个书写,不管是书面的还是口头的都很棒啊,但是我知道啊,像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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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期啊,前几年啊,这个一些技术移民来讲,其实电话面试是对他们的最大的一个挑战啊,包括我当初来的时候也一样啊,因为大家都知道在国内已经啊,平常没有太多的机会使用英语,那么电话面试是最具有这个挑战的, 因为你面对面的话,可能你通过肢体语言,或者通过他的描述啊,啊,这个包括口型也好等等啊,你可能啊,这个会会理解的会更深,会好一点啊,但是你如果像刚来的一些朋友啊,或者是英语这个基础不是很好的朋友,那么电话面试就是就是第一关,比如你电话面试啊,我确确实实知道我们很多朋友,电话面试的时候有些问题啊,还没有理解,那你谈何回答,对不对啊,我刚才 提到这是可能在座的各位不存在这个问题啊,那么电话面试的话,就是刚才我提到了,他啊,电话面试主要是HR,那么HR主要,他以为了解的technical,因为你想他一个大公司的HR,虽然他也有可能针对不同的部门,但是他的technical skill啊,或者他的这个对于技术的了解啊, 肯定是这个弱一些的,所以那么他通常他做的都是问你一些HR方面的问题啊,比方说啊,相当一部分他就根据你的简历,他说OK,他说你看你在某某公司,你这个写到,你用这个SQL语言啊,那么你能介绍一下你具体在工作当中啊,这个怎么样这个使用这个SQL的吧,对吧,OK,那你是说哦,我们有一个datemark啊,然后呢,我这个要报表,所以呢,我要首先通过query啊,写一些select的语句啊, 啊,状语句啊,然后把一些这个结果呢,啊,可能这个放到一个table里也好啊,或者是直接用这个pary也好啊,然后提供给这个报表,然后我在在前端啊,我在用比方说table啊,probi啊,等等等等啊,大概啊,我只是举简单的例子啊,那么他哦,他通过你的叙述,他能大概check,就是何时你在简历当中写的啊,是否符合啊,你简历当中说写的,对吧,因为我们都知道啊,有些的时候呢, 为了找到工作啊,有的时候我们又缺乏一些经验,或者是我们想使我们自己表现的更好一些,那么我们通常都会啊,在某种程度上有些朋友会夸大一些,对吧,这个不要紧,但是呢,你就是后面我会提到,那么你只要放在简历里的东西,你必须要一清二楚啊,就是说你不一定多深入,但是人间问到你啊,简历当中的某一条的时候,某一点的时候,你一定要能回答上来啊, 那么一会儿我会举例子,我在面试别人的过程当中就确实出现过,这样的这个情况啊,回答不上来,那么这给人造成非常不好的这个印象,而且通常来讲,你这个面试就会失败啊,所以这是我提到的这个电话面试啊,那我刚才提到一会儿我们在看这个HR面试的时候,可能会问到哪些问题,那么你HR啊,你这个很幸运啊,你通过了,那么通常HR这个就会安排你 进入下一轮啊,也就是说面对面的,呃,这个面试了,那么通常都会和你的这个HR Manager,雇用你的这个经理啊,呃,这个来进行这个面试,那么当然,呃,这个经理啊,通常第一次的话呢,他有可能自己啊,也有可能会带,呃,比方说来招你这个职位是Data Engineer,或BI Developer, 那么当然,经理有的时候,呃,他是懂一些技术的啊,有的时候这个甚至是技术大拿,但也有一些时候经理嘛,因为他从管理的角度,所以他并不一定完全了解你这个team的,呃,这个,呃,这个技术,那么他可以邀请,比方说,Data Architect啊,或者是,呃, Senior的一个这个level的人啊,呃,或者是一个team lead啊,呃, 呃,跟他来一起对你进行面试啊,那么,刚才我说了这个情况不一样,而且我们说了是in person啊,但实际上,呃,我刚才不说了吗,因为现在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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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拿大北美啊,你像我的上一次面试的话,就是因为我的manager不在多伦多啊,那么他是在这个这个温哥华,对,所以呢,我们呃,全部都是即使是跟经理面试的话,也是在网上啊,这个也是通过这个这个这个电话啊,所以呢,会更相对来讲,会 更有挑战一些,那么你,你,你,你跟经理啊,这个第一次的面对面的面试啊,当然我们一会儿也提到,经理主要啊,这个面,这个这个这个问题啊,大概也是围绕着你的这个简历啊,当然他围绕着你的这个简历啊,当然他围绕着简历会更有针对性,因为他很清楚他这个职位啊,要做什么东西啊,也就是responsibility是什么啊,那么相对应的,他就对你的啊,这个technical skill有要求啊,另外他也看一下 一下你的过去的一些经验啊,对吧,如果比方说,呃,现在这个照片公司是这个,呃,是电讯行业,那么你原来在另一个电讯行业工作,那当然了,这个就很有很有优势了,对吧,也就是说你对domain knowledge,或者是industry knowledge,就你这个行业的知识还是了解的,对不对,你比方说你原来在rodgers,你就给这个call center一些工作,那么call center的一些指标啊,一些啊,这个术语啊,对不对,那你就都知道,那你反过来,你 你现在到这个bill啊,或者到talus的话,那你当然对你就是一个最大的一个这个这个帮助和这个优势,同样也是,如果你原来在银行工作过,你现在新的工作你也是找的银行,那当然也是对你有这个加分的啊,所以这是这个呃,经理这个面试,当然除了technical和你的skill,和你的经验以外,呃,实际上在和经理面试的时候, 他更还关注其他的,比方说你的attitude啊,就你的态度和你的personality,这个我非常有这个这个这个怎么讲感受啊,然后我今天刚才提到我上午遇见那个manager,他是银行那个manager,他也提到这个问题啊,那么他实际上特别看重你的这个attitude啊,我们一会再展开来谈啊,然后你这个manager,他觉得OK啊, 啊,那么当然他会看若干个这个候选人了,对不对,那么若干候选人之后,他可能挑那么几个,或者是甚至,甚至如果他认为你非常的outstanding啊,非常的适合这个位置啊,他可能也就让你或者再有一个backup,对吧,那么就进入下一轮啊,那么下一轮的话呢,呃,通常我们大家可以也可以看到他提到,呃,那么更多的也是focus在这个technical啊,这个因为他要,他决定啊,通过第一轮他就对你 印象很好,那么第二轮真正决定要不要你的时候,那么他因为要确保啊,招来的人啊,要能够啊,这个填补他需要的这个位置,而且能够尽快的这个这个叫contribute这个team,对不对,就是马上就可以干活了,对不对,他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另外啊,我刚才也提到啊,用一句这个这个俗话来讲啊,就是雇佣你的经理和你一旦把你招进去以后,我们说用一句不太好, 好听的就是这个我们中文叫,呃,一根神的骂,对不对,什么意思,就你们俩的利益实际上就绑在一起了,那换句话说,就是说,如果你把你招来了以后,你不能胜而或表现不好,啊,那实际上对经理的这个信誉也是这个打折扣的,对吧,那比方第二轮,OK,你怎么招立这个人或怎么样,对吧,所以这个也是比较这个麻烦的一件事情,所以通常来讲,他为了自己确保自己安全,所以他也会进入第二轮邀请这个technical的技术,一些大男孩, 或者是你们的这个一些,这个比较这个high level水平的这个人,对吧,这样的话,他就可以问你更多的关于技术上的问题,啊,那么然后,啊,我们大家可以看到他这块,第三个这个interview的话呢,就是说可有可无,啊,实际上,啊,实际上看你的这个职位,我刚才提到了,有的时候第二阶段,有的时候都,啊,不需要,比方像junior level的话, 有的时候,第一轮跟manager,这个onside的这个见面以后,因为第一轮的话,他有的时候,他直接就带啊,team的其他成员,那面试你一次,就完全能够决定是否录用你,对吧, 那我们看,像我,啊,上一个工作,在大概在16年,啊,换的时候,实际上,确实我就进过第一轮,啊,第二轮,啊,然后没有第三轮,啊,实际上这个,然后就进入到下一个阶段,啊,那么通常,啊, 他认为你职位比较高,比方招一个senior level,或者是招一个manager level的话,那么他之所以进入第三轮,有的时候,啊,第三轮实际上director,或者是VP,啊,可能是要见解你的,啊,但是通常,啊,刚才我提到看你的这个director和这个VP,和你这个manager之间,他们之间的关系,那么有的时候像director,啊,和VP,他们对这个manager很放心,对吧,很信任,而且确实也是,hire manager招的人,讲来是给hire manager工作, 你作为一个director,你说OK,这个人好,那个人不好,那么你讲来工作的时候,他又不跟你工作,对不对,所以一般他也不愿意参与这个事情,啊,你比方说我,我来加拿大第一份工作,实际上就是cine manager决定了以后,啊,那么马上等我都拿到offer第一天,这个上班的时候,那么这个cine manager才把我领到director和VP的办公室,啊,也就是打一声招呼,啊,啊,知道有这么个人,啊,加入这个team了,啊,所以,所以这就可以了, 啊,啊,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刚才我提到,这个变,啊,process实际上这是一个大致的流程,但是,啊,还是具体的,还是有变化的,对吧,那么你不管是经过第二轮,还是第三轮,最后决定你这个,给你offer了,啊,以后,啊,就,啊,也不认为给你offer了,啊,就是决定,啊,你就是非常理想的,这个候选人之后,那么一般来讲,特别一些大的公司,肯定要有reference check,啊, 就是说,你会提供了两三个,有的,有的公司会更多一些,啊,啊,那么,而且刚才我也提到,根据你的这个level的情况的不同,要求也不一样,啊,那么他肯定要做reference这个check的,可能会问你这个以前的manager,啊,或者以前的同事,啊,对不对,啊, 那么其实,呃,这个,这块也很有一些这个问题的,就是说,特别是你在同一个公司内部跳转的时候,对吧,那么通常公司的这个policy是你如果,比方说现在你在A这个部门,你现在要想申请B部门的这个工作的话,它原则上是要求你必须,就你申请的之前,你就要和你的A部门的,就你现在的这个经理要必须跟他讲,说OK,我要申请新的工作,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个会很,很,很,很危险的, 对不对,呃,危险在哪儿呢,就是说一旦你这个新的工作,你申请成了,啊,那么当然,呃,这个,对你没有什么影响,那么如果你没有成的话,那就是你新的team也没去,那你在原来的team的话呢,原来的经理也知道你要走,那么他可能就会,呃,另有安排,啊,这个我,我讲一个真实的例子,对吧,我在第一个公司的时候,就是有一个同事,啊,有一个这个朋友,啊,那么,当然他不是我这部门的,他就是,啊,他这个,这个, 也是同一个公司内部跳,但是呢,他就跟那个,没等,没有任何眉目的时候,他就跟他的,这个,现在的经理说,哦,我要,我申请这个新的职位,怎么怎么样,啊,那么当然,我刚才也提到,这里的因素太多,也看你原来的经理,有的人就很好,他就支持你,啊,去寻找,因为你的career path,对吧,你的career growth,你的职业的这个发展,对吧,啊,那OK,但有的呢,就是,呃,心胸比较狭矮一些,吧, 他就,哦,那你要找了,OK,好了,本来这个,我这个朋友,第二天有一个,这个,SAS,就SAS培训,啊,他说,OK,你现在暂停,啊,你不要去那个SAS培训了,你明天,我就给你找一个backup,你要把你的工作,这个,啊,来,移交一下,啊,那么,他也移交了,对吧,因为你没办法,经理让你移交了,但是呢,啊, 这个,非常不幸的是,就是新的team,啊,没有要他,啊,所以呢,弄得他特别被动,也就是说,新的team没有去成,旧的team,又待不下了,又待不了了,因为也已经找了一个backup,对吧,你在那即使待着,啊,那么可能在某些,某个时候,他也会把你,啊,这个lay off也好,或者是,反正你自己待得很不舒服,对吧,那没办法,他又,从这个我们的公司跳到另一个公司,但另一个公司非常不理想,啊,因为原来那个公司是个大公司,那么,啊,跳到一个,这个, 不太理想的一个公司,那也没办法,你不走也不可以,对吧,所以我刚才提到这个问题,就是说,这里有一些,呃,这个,呃,这个risk在里头,所以你要很好的,这个,平衡一下,呃,如果你跟你现在这个经理很好,私下关系也很好,啊,那么他可能也支持你,啊,或怎么样,所以我,我原来在第一个公司,我在挑另一个公司的时候,我在,我就没有告诉我的那个,原来的那个经理,等我这个新的差不多,他大概 爱奇,呃,这个就是已经很非常确定的时候,那我跟他讲,OK,我说我现在有一个职位,啊,这样,呃,也,也不算晚,但是呢,你的新的经理,啊,就是你新部门的经理,他会通常先问你,他说你根本跟你的,呃,现在的经理讲,啊,所以那你说,我,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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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得,你也得跟他讲,看,这里有一些技巧,或者有一些,呃,方式吧,所以我们这个,如果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在私下里探讨,啊,所以这是,呃,给大家说一嘴,那么,呃,因为通常来讲, 你到一个新的部门的话,他都希望你,要你上一个部门的这个manager,啊,因为,如果你上一个manager,能给你做reference的话,并且给你说一些好话的话,这是非常非常重要,啊,这是这个锦上添花的事情,啊,那么一旦你的reference check结束以后,啊,那么,呃,最后决定,已经就给你offer了,啊,那么也就决定雇佣你了,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啊,这大概是一个你寻找工作的一个流程,啊,所以昨天, 我们这个同学问我,说老师大概找一个工作,大概需要多久,啊,那么,呃,又回到刚才我跟大家讲的,就是说,呃,因素很多,啊,因人而异,因公司而异,所有这个,这个,这个,包括这个,我刚才说,有些人就很运气,对吧,想到工作的时候,就是天时滴滴,人和来的时候,机会来的时候,挡都挡不住,对吧,但是我现在告诉,就大家一个,这个,呃,大致的一个情况,啊,从你, 投简历开始,啊,大家记住了,啊,我没有算你之前准备简历,和,啊,你在学习,啊,这个pick up知识的时候,比方说学习我们的知识体系,啊,包括你准备简历,有的时候简历不是那么容易准备的,对吧,这,而且我们准备简历还不像说你有些朋友,啊,已经有,啊,这个,很多工作经验了,啊,那么,这个,自己确确实实也做了很多事情,啊,那么你写起来也会得心应手,对吧,那就怕我们一开始,刚找第一份 工作,或者是经验很少的情况下,那我们写这个简历的时候会,啊,多少会很费劲,啊,那么我刚才说,从你简历写好了,头开始,啊,就你头简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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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 银行的manager 聊到这个问题 我说你们 从你们这个manager的角度来讲 你大概雇用一个新人 大概完成 需要多长时间 他说最少两个月 最少两个月 所以这给大家的一个sense 那么 而且我再告诉大家 就是因为像我们 好多技术移民 刚来的时候 刚来加大也好 美国也好 那么在最开始 找工作的时候也好 因为每个人的起点不一样 我们说英文不一样 你的沟通技巧不一样 你的personality不一样 你的经验不一样 你的运气不一样 那么说的 有的时候三个月也是他 六个月也是他 甚至我知道 我周围的好多朋友 一年两年也是他 那么当然快的 我们说快的话 我们说有的一个月 学完了这个课程以后 甚至有的在学习的 中期后期的时候 申请马上 刚才我提到并不一定 这个人多么优秀 那就像我说 正好赶上了 对吧 他在申请工作的时候 那么正好这个职位 这个抛出来了 对吧 然后呢 正好他的这个 知识这个技巧 又match这个job 而且他可能在 跟这个经理 在面试的时候呢 又当天 两人心情都非常好 对不对 所以这个 谁也不知道 这个到底是 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那么 我们说通常 就需要这个 两个月左右的时间 所以大家心里 有一个谱 特别是 而且我再强调一点 就是说 这两个月的时间 我是指你 专心 投入 来找工作 我说的话 什么意思呢 我们有些学员 他现在有一份工作 那么他可能 我们说这个 期率找马 对吧 可能想找更好的工作 那这个时候 有的时候可能积极性 包括所做的努力 就没有那么 这个百分之百的 这个投入 不能说两天 三天 敢于两天在网 不能这么讲 但是呢 他也是 他可能有 OK不在乎 反正我现在又有工作 我找到了 当然好 找不到的话 我也不着急 如果有这样的心态 或者是这个 有些人 这个白天 我知道原来 白天打工 晚上才拿时间学习 才准备工作 然后有的时候 这个没有准备好 电话面试 电话面试来的时候 又没有接饶 对不对 这里头情况太多太多了 我说的这两个月 是你踏踏实实的 已经设定了一个目标 我就是在这两个月当中 简历准备好 然后面试问题准备好 然后来了电话 面试以后 要专门的这个 比方说有时间怎么样 来跟他回答等等 我是说在一切 这样的情况下 才能差不多两个月 所以这是我要 这个 clarify的一个事情 好 那么我们看 我们刚才知道 大概的流程了 你也已经 心理清楚了 那么我们找工作 第一步 当然上哪去找 这个 这样的这个job 就是说你感兴趣的job 那么当然 不管是美国 还是这个加拿大 我们大概都通过 这样一些主要的 当然找工作的网站 多了去了 那么主要的可能 就是这么些 那么可能有同学知道 还有也有一些其他的 我们有网上列 像这个work outlist 那么linkedin 近些年 近两年 这个也是非常好的 一个网站 因为他可以 这个不仅找工作 他同时是一个network 它是一个关系网络 所以有的时候 不定哪天 就冒出来 在你的这个关系网上 他就多出了一个 他访问你 他对你感兴趣 有可能是猎头 有可能是你以前的同事 有可能朋友 等等等等 而且大家都知道 他这个是 这个 这个你认识他 你认识A A认识B 那么B可能就有机会认识你 对吧 所以其实linkedin 很强大 然后indeed 还有monster 还有这个robert hub create builder 等等等等等等 然后 我刚才提到了 我们说 有的时候找工作 天时地利人和 如果你占人和 什么意思 就是说 你有朋友推荐 你有朋友推荐你 正好他在那个team 或者在那个公司 那么他有机会推荐你的话 那么当然你的机会就会很大 比方说像16年的时候 有一个朋友在找这个 当然我们那时候team 找一个senior level 他确确实实 因为我也了解 他这个senior level 还是不太够的 而且他正好 那个时候是这个 要转型 那么当然 把他推荐给这个manager以后 至少他会有一次 跟manager面对面的 这个面试的机会 这就已经很好了 对吧 你可以增加你的经验 增加你的信心 然后你也了解 都问哪些东西 对吧 然后对你下一步找工作 还是会有好处的 那么如果你的水平差不多 再有这个推荐人 那么就更好了 而且有些公司 他是鼓励员工来推荐你的朋友 或者你的家人来加入的 因为甚至有些公司 还会给这个推荐人一些 好像一些这个 这个酬劳好像是这样 那么他当然他的目的 公司的目的是要 这个找到合适的人选 尽快的为公司做贡献 所以这是我们提到的一些 那么具体的 怎么样的一些网站 怎么样去操作 我想大家可能在找工作的时候 自己再花一点时间 再去研究一下 这是我提供给大家的 然后呢 那么你找到以后就是简历了 这个简历实在是 我上次提到过 因为我也帮助朋友也好 学员也好 那么我多次提到 简历是敲门砖 你简历这一关都过不去的话 那么你任何机会都没有 所以我们上次 我们这个那个同学 他因为头一次 因为我之前也这个没有跟他这个探讨过 他是从美国那边来 正好有机会参加我们的这个section 所以这个杨老师也希望我能给他提供一些建议 对吧 所以你看 发30多份 15份有回信 真的还不错了 就是甭管下影 就是已经有15份 真的已经不错了 那么但是肯定也 我上次分析的时候也提到 那么简历可能还是有一些问题的 原来我有一个朋友 就是包括他这个学历什么都很高 他们这个在这个找工作的时候 30份假历拿够了 他真的真的投了几十份上百份的简历 有的时候那真是这个就大海里这个杳无音信 那么确实 所以这个你就反过来 你就要反思 或者是你在这个分析的时候 那么你这个没有得到面试的这个 甚至HR面试的机会的话 那你的resume写的肯定会有问题 所以我这里头呢 列出一些high level 然后呢 我给大家看一个sample的这个resume 你看他说 第一个就是说 不要简单的罗列 你学了哪些东西 这是第一点 那么第二点 他说不要简单的罗列 你能干什么 那么那么不要不要 那么那你要怎么样 要的话就是下面那个 就是你一定要基于你的这个story based 这种展示 也就是说你要把你的technical skill 和你的experience 要把它这个揉成故事 那么当然你揉成故事的时候 你要知道这个故事怎么编 对吧 怎么开头 怎么进行 怎么结束 对吧 所以他提到下面具体的细节 他说你要把你的职业经历呢 break down 然后成落刚个story 那么你story之间 可能还有互相的关联 然后这个会有不同的这个 这个怎么讲 就是说不同的skill set的展现 你不同的这个achievement 就是你的这个取得成绩等等等等 那么也就是说最简单的一话 你一定要这个经理或者HR看到你这个简历以后 他知道你确实干过一些事情 确实能够这个拥有这个一些technical skill 那么这是目的就达到了 然后当然你如果经过HR面试以后 你到onsight 你到这个high manager的时候 当然你就有更多的发挥的这个余地了 对不对 但你resume都没够没被写上的话 那就谈不上下一步了 对吧 然后他说这一点我特别我特别这个有感受 也建议大家 就是你一定要你是写故事了 你是break down 但你一定要确保你故事的完整性 也就是说我一会儿提到 只要你放在你简历上的任何一条 你必须对那一条背面背后要准备这个这个详细的 你是example也好你是经验也好你是若干个点也好 你必须要准备你必须要准备 那么那么你要不准备的话 这个一旦这个特别是HR问到你那个的时候 你就会很这个怎么讲紧张也很尴尬 然后同时也意味着你的机会就会这个减少 那么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这个当然这个还不是完完整性的问题 大概在2016年的时候 我们提姆招一个senior business analyst的职位 然后我的senior manager 然后他和我一起 那天他面试完了以后 他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 当着那个求职者的面 他就跟我说 他说OK David 他说你看这个人 这个某某人说他这个background非常的strong 非常强 你看他完全 他有很多的technical skills 完全就可以非常快的进入到我们的工作当中 他说你跟他聊一聊 然后当然他是希望我通过更多的technical这个方面来跟他聊一聊 对吧 然后这个人他的简历 我刚才提到了 因为为什么我们经理说他strong 因为我们这个职位 cdns需要这个Microsoft 这个server的这个比方说 SS AS 我们要建cube的 SS IS要做etl的SS Rs做报表 他其中写到 他说我做了这个cube 然后fact table demension table等等 那么通常来讲 因为我知道我们team那个时候正在创建好多的cube 有很多fact table demension table 我就问了他一个问题 我说你看这个你从你的简历上来写啊 你有很多经验在这个cube上 我说你通常来讲 你的一个cube都涉及到几个fact table 涉及到哪些dimension table 那么你最多的时候你用到这个多少的这个dimension 那么你的数据量大概这个多大 那么那么他当时他就他就这个卡在那儿了 然后他想了一会儿 他说OK To be honest 我一听这话 这基本上就是这个 他说实际上我没有做过cube 然后but 但是他还有一个下句 因为他比较特论 你看我 因为他也是大学毕业没几年 他有有有那么两三年的功夫 但是你看我非常年轻 然后我什么quick learner 什么这个 然后我也单身 然后我有很多时间去学习 但是这一点就给面试者造成很大的这个不好 就是第一 你实际上你是杀宝了 对不对 你不诚实 对吧 你不会的东西你写 那么当然我作为今天讲座作为一个帮助大家做一个老师 那么我不该这么讲 但是我确实实又我知道我们很多学员在写的时候 因为不管通过经验也好还学习也好 自己确实学到了很多 你比方说我在公司里没见过Q 但是我平常学习的时候我确实见过Q 我想把它写在简历里增强我的这个简历的力量 对不对 分量 没关系 但是但是你写上了 但是你写上了你就得要对这个Q有所了解 那么你就要OK 如果我那天问他这个问题的话实际上我也不会让他在机梯上去实践的 对不对 但他如果是我是见过Q 大概这个我们通常用几个fact table 然后dimension有多少个维度 那你我说你通常最常用有哪些dimension 对吧 实际上我们我们这里都有学员知道 我们在讲这个hierarchy的时候 讲dimension的时候 讲Q的时候 那我们最最重要的这个dimension 一个dimension就时间维度 对不对 time维度 总而言之我们做Q的时候 我们不管Jowdown还是Rowup 我们肯定要这个 比方说从年Jowdown到这个quarter quarter最后到month month最后到weekly 对不对 你大概这是一个时间的一个维度 另外很多的这个时候 不管你是销售也好 你是这个marketing也好 你是这个什么方面的部门也好 你通常还涉及到一个 比方说像这个employee的这个维度 employee 比方说你在marketing 那你就可以叫salesperson 对吧 你像call center的话 你就可以是wrap 对吧 这个agent 对不对 所以你这些 你提 那至少我知道你是做了这些东西 而不至于说的造成非常尴尬 当然最后这个也是没有成功 这个人肯定也是没有成功的 对吧 但是我是想 我是想从我通他其他的一些这个方面 我想如果他进来以后 除了需要一段时间以外 那么他肯定是pick up是没有问题 但是因为会有更好的选 这个候选人 我们当然就不会选择他了 从面试这个层面来看 对不对 另外就是我提到这 刚才我也提到这个 我也问过 特别今天上午问过我们的这个manager 包括我自己 原来也问过我们的这个manager 就通常一个team 遭到一个新人以后 通常对这个新人的expectation 就是对他的期望 多长时间这个人可以上手 就是可以开始team的工作了 那么你们知道今天我问这个manager 通常他需要六个月的时间 那也就是说你一旦被这个给offer了 就是你这个成功的这个加入这个团队了 其实有时候你也不用太着急 因为通常manager对你的这个期望 这个都是这个半年左右的时间 那么像原来我有一个第一个cinemanager跟我讲 他说半年开始熟知大概能成型的话 得需要一年左右的时间 所以当然我说的都是通常来讲 有的人如果说你就是从这个公司内部 这个原来你是在这个call center工作 你跳到另一个team也是call center 那当然你捡起来就快了 对不对 另外你从银行 你从这个银行RBC 你跳到CIPI 对吧 那你可能捡起来也快 所以这都这个只是通常来讲 manager对这个新人有这么样的一个这个期望 这也就是为什么有的公司 他的试用期通常都是六个月左右 六个月他才能 因为我们一会会提到 特别像我们做数据分析和BI developer的 你首先你到一个新的team这个团队当中 你首先熟悉数据 你就要熟悉好长时间 对吧 数据之间的关系 对吧 这个structure 这也为什么我们要学这些东西 另外一个你数据熟悉了以后 后面的business logic 对不对 你这个比方说你在为cocenter工作 cocenter的一些这个kpi一些流程 对不对 你这些东西你都是需要时间 所以这个只要我原来也跟这个朋友们讲过 实际上找工作的时候 就是一个跨越门槛的一个过程 什么意思 这门槛有的时候很高 那么你在门槛之外 门槛里头可能你这个水平是一样的 甚至你的水平可能比他要求的还要高一些 但是为什么好多人找工作失败 就是说这门槛你迈不回去 一旦你这个门槛逾越了 实际上你凭我们这个中国人这个努力 勤奋 包括这个肯学 胜任工作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你看我在公司当中经历过那么多次的大的裁员 大的裁员 09年大的裁员 11年13年 大的裁员 我跟你们讲 从manager到director到cine analyst到junior level 还真的真的也有 当然有的时候比方整个团队就端掉了 整个director或者manager 这个level团队就端掉了 这个并不是你表现好不好的问题 但真的很少有我们华人 就是说这个被裁掉 那也就说明我们只要能够进入到这个公司 找个工作了 那么通常我们都能胜任 因为我们都很认真 这是最重要的一点 我们都很努力 我们的这个学习能力也都很强 所以这是我要告诉大家的 另外呢我们看第三点 他就说你一定要这个build的一个整个的一个view 就是你对于这个申请这个职位 你一定要qualify就满足他的要求 满足他的要求 所以你是围绕这个dropposting来展开的 对不对 就像我原来提到 你假设举个简单 你dropposting上都要求你seql 这个cube 包括ETL这些东西 那么你会java 对吧 你会downline 这是给你加分的 但是通常来讲 并不一定直接影响到你找一个工作 因为这份工作不需要 不需要 所以这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另外最后一点我要强调的 就是也是很重要的一点 因为我也发现 由于种种原因 不管是我们学员也好 还是我们的这个其他一些朋友也好 那么在简历上很容易这个出现gap的情况 所谓的gap就是你的时间轴没有连上 没有连上 那么没有连上的话呢 除非你有他一般来讲他都会问到你 特别是你这个gap比较长的 比方说你有半年的时间 这个期间没有任何的工作经历 那他就会问你 对吧 那你说OK 我半年我读MBA了 或者是我是学习了 或者原来有一些朋友 技术运用过来 OK 这个女性朋友 比方说生小朋友了 生小孩了 那么这都是这个make sense 对吧 但是你如果没有正常的一些解释 对吧 或者是有些人说OK 所以回国照顾这个家里人了等等等等 那么总而言之 你要有gap的话 你要有一个很充分的理由 来等待你的面试者来问你这个问题 那么我还是那句话 有的时候写简历的话还是 虽然我们讲究的是实事求是 但是那么还是要 怎么讲 要有一点点灵活性 尽量把你的这个简历 让别人看起来会更具有竞争力 对吧 好 那么讲到这的话 我们就打开一个这个简历 这个我们有一些学员已经看到 这个是如果你作为一个数据分析师 或者BiDevanger的话 那么你可以作为一个模板 当然你作为一个模板 我已经提到了 那么这个实际上有相当一部分内容 是原来我在很早以前做这方面工作的时候 写的这么一个情况 不完全 那么我保留了一些 就是给大家一个参考 你说OK 老师我也在这方面 我也确实是比方说 Expertise in database cycle 没问题 那你就可以把这句放上 对吧 但是如果像MDX 这个叫Multi-dimensional 这个expression 是用于Cube的一种语言 这个如果你要是不熟悉 或不会的话 那你千万不要放在这 对吧 还是那句话 你放在这了 你就要对它有了解 你就要准备好 别人问你这个问题的情况 这个situation 对吧 所以这是通常来讲的话 我先大概说一下这个简历 通常两页 通常我们说 我们在这么多 包括我看过的简历来讲 或者是通过这个manager的一些反馈信息 通常是两页 通常是两页 那么而且你新的工作 通常看你这个最近的一个工作和上两个工作 其实如果你工作足够长的话 你比方说你在上一个银行 你干了十年对不对 你再申请个新的工作 其实十年 在十年之前那个工作 其实有的已经不开玩了 对吧 那么当然如果你的工作比较短 你说我上一个工作就干一年 那你当然不能就放一个 对吧 你一定要可能尽可能的放一些 把一些情况写上 那么这两页一定要撑满 我发现有些学员就是说写的时候 OK就到这块就结束了 结束了 那么你下面这块整个都空白 这个就不好看 也就是说换句话说 就是说你给HR也好 Hire Manager也好 他们觉得你没有什么东西可写了 没有什么经验可写了 那很显然不用仔细看 观看你的简历就知道你的经验 可能不够好 或者不够丰富 对不对 所以我特别建议大家要把它填满两页 至于说如果讲来 你是你干了好多年的这个 这个Data Analyst 甚至是CNAS 你在换工作的时候 你的经验真的极其丰富的话 那你说我我就想写三页 那么也没关系 也没关系 我见过最多的一个简历 大概在2016年的时候 也是我们那个Direct下面的team 招一个人 然后把这两个简历 因为我要对他们进行技术面试 其中有一个人写了五页 写了五页 而且他是一个Computer Science Master 这个Computer Science的Master毕业 那么他前面大概用了两页的时间 都在讲他的这个学生的时代 比方说这个Computer Science Master 学了什么东西 或者哪些讲 那么你可以讲 但通常我们都是不看 不是说不是说他不好 你简单在你的比方说Education 你提到你是Master或怎么样 或者是在你的Achievement 而且你取得的成绩 你取得的成绩和你的工作 如果相关的话 那当然是井上天花了 对不对 你说举个简单的例子 你申请了一个Date Ennis工作 你说你获奖的情况 你说我获马拉松第一名 2017年国际马拉松第一名 没有用啊 对不对 只能说从另一点看出你 哦这个人喜欢运动 可能性格上或怎么样 对吧 但是对于工作 它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对不对 所以我说建议大家要 这个有针对性 有针对性 这是我通常提到的 当然我刚才提到 尽管那个候选人 他是Computer Master 但是因为他的工作经验 和他的在面试过程当中的一些 这个表现 对一些问题的回答 最终没有被我们录取 最终没有被我们录取 而反倒 其实有一个人 最后我们选中他的简历 虽然出现了我刚才说的问题 我必须实施求实的跟大家介绍 这个CBS 他的简历就是 实际上后面 我第一次看的时候 后面 就是空埋 他的这个 显起来 显起来这个简历就不够丰富 但是 但是我刚才提到 这是面试的时候千差万别 对不对 但是他现场面试的时候非常好 确实你提到了 比如说我们提到的这个 RSS报表 或者是一些KPI 甚至让他给出一些解决方案 他都能够这个回答出来 而且你就可以知道 他可能有过这方面的这个经验 即使你能听出来 他有一些东西可能在 这个编 那么你也可能会知道 他不会影响到你的这个工作 所以这是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需要跟大家说明的一点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的话你看啊 我们知道这个highlights 实际上highlights 或者是有些朋友叫这个profile summary 或者怎么样了等等 实际上就是完全突出 你自己这个技术技能 和你的工作经验的一个地方 所以呢 你看你就可以这个把最主要的 当然你这个highlights 我刚才提到了 一定要根据你的dropposting 来强调你的highlights 对不对 所以我我刚才提到 那你竟然写了OLAT 这个OLTP 对吧 这些东西 Star and Snowflake 这个date model 那么当然如果你这个Data Analyst 很多情况下 是要求你对数据的模型 这个包括这个像Scoreflake 包括Star这个 这个这个schema 这些了解 对吧 但是你一定一定要做深入的了解 如果你是只是学了一些皮毛的东西的话 那么你要放上去的话 你也要慎重一些 对吧 然后把你的强项 你比方说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我们刚才这一块有一个 你说你开发了设计了 这个产生了很多的KPI 对吧 那么你当然你首先你要对KPI 有了解了 对不对 我们中文所说的绩效指标 那么你说OK 我就放一个KPI 那你就有点危险 什么意思 人家问你 OK 那你做这个Desperate Desperate是要哪些KPI了 那你就得给人家说出来 OK 你说我做这个Consent的时候 我们有几个KPI 其中 比方说有Repeat 有On Time 等等 我所说这些都是 原来在Team当中 做过的一些 也就是说 你能解释 你的一个KPI 包括它的定义 包括它的Calculation 对不对 你准备的越丰富越好 对吧 所以这是 我跟大家说的情况 那么好 我们再看一下 接下来的 Professional的Experience 就是你的工作简历 尤为重要 尤为重要 那么我所说尤为重要 就是说是要看你怎么来写了 对吧 你看我写的 比方说2014年的6月到现在 那么是你上一份的工作 Data Analyst 那么你看 我刚才说 我们说要编故事 对不对 你看我编故事的话 实际上我是从high level 到低 level 所以high level 那我就能够 当然因为我刚才提到 我原来是申请 这个Senior职位的 所以用了一个Architect 是架构 那么通常如果你要申请 Junior Level的话 那么你通常来讲 这个职位不需要你 或者你通常来讲 不具备这个能力 Architect 所以你可以写Provide 对不对 你说我提供 这个BI Solution 那么当然BI Solution 这个很多了 你说我 我这个帮助 做一些ETL了 我帮助做这个设计 Bit Model了 这个灯 这就是这个BI Solution 对吧 我们大家还记得 如果记得BI Solution的话 对吧 这个就是说 从数据源 数据的准备 然后到数据的呈现 这么样的一个过程 那么其中就包括 做ETL 建DateMart 然后甚至建Cube 建SSRS报表 或者用Tableau 或者用Power BI 甚至用Excel 等等 对不对 所以你看 刚才我提到 背后的这些东西 你就要准备了 你不能说把它放在 人家假设问你 你做过ETL 那你告诉我 你做了哪些方面 做了哪些 这个Data Source 或者说 你都 你都 Dial with 你都处理过 哪些Data Format 哪些数据的类型 对吧 你说OK 你说我这个 有这个 Oracle的数据 我们有这个 SQL Server的数据 我们Tim 甚至还有 MySQL这个数据 我们也有一些 这个 这个Flat File 比方说我们 第三方会给我们一些 这个 CSV File 或者是Text File 甚至是Excel File 那么我们要把这些External的File 或者是我们叫Flat File 要把它漏得到我们的这个Data Mart里头 你得有这样的故事性的或者背景性的描述 你才能够给你加分 人家 如果这个团队讲好学样 他才知道你确实有这方面的经验 对吧 所以我就说 大家在每一条 所以 每一条的后边都要准备 比方说Example 甚至是 这个 你要说哪些话 所以 找工作 如果这么讲 你在学习知识体系的时候 那么你比方说你花了 一百分的努力的话 我们假设用一个Score来衡量 你花了一百分的这个努力的话 其实你在写简历 申请工作 面试 这个努力 我跟你说 一点都不比你学知识体系的时候 要这个轻松 因为你学知识体系的时候 可能你有些技术 我们比方说理科好 数学好 这个逻辑思维好 对吧 你很多东西 另外还有人教 你这马上就能上手 对吧 你可能用一百分的努力 那么你在面试的时候 这些东西你要大量的准备 我最开始的第一份 工作当然也是刚来的时候 我都要写好多好多的这个纸 甚至表现每一条后面都要写一些 甚至因为我提到好多人的语言不好 你都要背 你都要这个讲 而且你在准备这些过程当中 实际上你心里有数 我们说你有几个story吗 你有几个sample吗 实际上你这个sample 既有针对性的准备 又有这个backup的准备 什么叫针对性 他真问到你跟这个 比方说ETL相关的问题了 你正好准备了ETL的这个案例 那么你就可以给他说 如果人家没问你ETL 比方说尽管那个团队 在dropposting上写一条 但他可能经理当时时间的关系 或者是当时他也忘了 那么他没有问你 他问到别的东西了 比方说他问到你Cube了 我们上周就有朋友 他这个同学 他面试的时候就很好 他用间接的方式 实际上你准备的案例 你在面试的时候是完全有用的 对我刚才有提到 他问到你Cube的问题了 没问到你ETL 你就完全可以说 你说我们在做Cube的时候 我们当然要准备 这个flag table和dimension table 那么我们因为 这个公司来过是有Data Warehouse 但是我们的数据 是要到我们的Cube 是直接要connect到我们Data Mart 那么我们实际上是需要 通过Data Warehouse 到Data Mart是需要做ETL工作 对吧 你就把你的知识技能 ETL这个skill就展现出来 当然也不用过多的 对吧 所以我就说你总而言之 你一定要有若干个 非常强的technical skill的案例 在你的脑海当中 你要熟悉 那么你来面试的时候 你才能更有信心 对吧 所以这是我刚才提到 从high level 然后你再到下面的具体的 比方说你可能做这些工作 你可能做ETL 你可能做报表 等等这些东西 你可能做这个tuning 或者是report 等等等等等等 对吧 所以这是我要强调的 那么然后你看 我的第一份工作经历 是2014年到现在 那你很显然 你上一个工作经历 就应该到2014年的5月 那么当然是从2010年的9月份开始 所以我是建议大家 然后包括你的education 我发现可能我们有些同学 因为他也对于reference 可能是一个challenge 特别是刚早工作 那么有些同学都没有最后这一项 实际上你写不写 实际上有些公司 它是要求有reference 所以你也可以把最后的一个加上 就是说你如果需要的话 当然有些刚才我提到 有些公司必须要经过reference的check 所以这是关于这个简历 那么当然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 你要把你所学的东西 你所经历的这个经验 再结合这个job posting 那么要把你的简历写好 一旦你的简历写好了 那么你的第一步就成功的可能性就非常大 所以这是我讲的这关于resume的问题 resume的问题 那么我们下一面就介绍一下 你通过了你的简历写好了 通过hr的筛选了 你也有机会跟hr进行电话面试了 那么恭喜你就进入到这个onsite 就是面对面的跟这个经理的这个面试 那么我这一页所罗列的是 你面试的时候大的 这个你需要注意的地方 我们说第一点非常重要 但是有的人很难做到 be confident 就是说这个自信很重要 你其实有些人大家发现没有 这个自信跟人的性格呀 经历呀 其实跟性格有很大的关系 我们知道周围有些人语言不是很好 但是眼睛面试就没问题 就是敢说 对吧 然后这个敢表达 对吧 当然我们说敢说敢表达也不是说瞎说瞎表达 对不对 但是有些人语言好 但是缺乏自信 有的时候表达上可能有一些 这个磕磕绊绊 或者说是有一些这个没有把自己的真材实学完全展现出来 这是缺乏自信的一种表现 对吧 那么第二点就是当然了 我刚才提到了 无论你的简历 简历的背后和一会儿我们提到的可能会涉及到的一些问题 你都要做充分的准备 你准备了 到时候你总比比较仓促或者比较紧张要好 对不对 当然我们准备的我们不可能这个这个涵盖所有的人面试的这个问题 对吧 但我们至少可能准备一些的话 我们可以这个给我们增强自信也好 包括包括我们转提转移话题也好 都会起到很好的作用 另外的话呢 你要知道你的这个domain knowledge和你的这个这个突出的你的这个职业的这个技巧 我们所谓的这个domain knowledge就是你的行业知识 对吧 如果比方说举例子 你这个申请银行方面的职位 那你当然你要在银行工作过 或对银行的一些这个这个术语啊 process熟悉当然好了 对不对 那么没有这些都是有为好 那么就像我们说的 我就是想从这个电讯行业申请银行的职位 没问题呀 我原来我们的这个 我在这个第一家这个电讯公司工作的时候 我们好多的人 我们好多中国人 最后就好多人去了银行啊 什么TDL RPCS 这些BIR也都很好 对吧 那么那么都没有问题 然后我们这个在面试的时候 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要处理好这个面试者的问题 这个rule of sum 就是这个我们说经验规则吧 经验法则吧 大概就有下面这几项啊 但是呢 这些都是实际上既是来自于经验 它也有有一部分 就是说啊 既然我刚才提到的 我们不可能千篇一律的都遵循它 对不对 那你遇到一个面试者 他提的问题就是比较坏啊 比较刁砖 那你也没有办法 对不对 但是呢 通常来讲啊 特别到达一定level的这个 呃 通常他们都是比较职业 所以你在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呢 他说第一点你要注意啊 你要啊 分解啊 或者是分成你的面试者的问题啊 什么意思 人家问你 抛给你一个问题 你不要这个 这个blah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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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谈一个问题 你谈了15分钟20分钟 对吧 你通常第一次面试才呃 一个小时左右 或者到一个半小时左右 对不对 所以他什么意思呢 他紧接就是说第二第二条 就是你让面试者来决定啊 你这个回答他提的这个问题 究竟要有多detail 对不对 呃 那么呃 比方说像我刚才提的 举个简单的例子 他说OK 他说那你做过ETL的工作 对吧 他说那你能大致介绍一下 你的ETL 你平常的ETL工作吗 OK 你说好 你说我通常啊 那么我们都是这个 这个数据员 是我们企业级的这个 这个enterprise Datwarehouse 那我们自己的team呢 有一个datemark 那么我们通过 SIS呢 来build一个 这个ETL process package 然后我们load的数据 从这个edw到我们datemark 那么当然我们在schedule 我们的job 让他全部都automation 这样的话每天 我们都是这样的这个 这个进行ETL工作 这个基本上就回答了你这个工作 他如果再细问 哦 那你的这个 呃 你刚才提到你们这个datawarehouse 企业级datawarehouse 那他什么样的这个dataformat啊 哦 你说我们这个dataformat 可能这个就比较多样的一些 对吧 比方说有oracle啊 有terradata啊 有这个sign server啊 不啦不啦不啦 你再去啊 这个这个 去这个 细 细化啊 这个问题啊 他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如果你一开始就把ETL整个这家伙 因为ETL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套比 你就花了半个小时来讲的话 那么对你可能也不利 对于面试者 对你 对于这个他下面要问的问题 他就不可能全面 不可能全面 那么他影响了他下一步的决定 对吧 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啊 然后呢 你看啊 呃 这个下面 这个他说 这个一定要 这个 level by level 啊 的给出你的答案啊 就不同level的这个答案 先从high level 然后再到低level啊 呃 我刚才提到了 这个说起来很简单啊 那么具体到我们面试的时候 情况不一样 有的时候气氛不一样 但是呢 你在准备的时候 你可以按照这个方向 去准备 按照这个策略 去准备啊 这样的话你会这个有打这个准备执照啊 这样的话你会呃 胜算的这个几率就会更大啊 所以这是面试的时候我要强调啊 然后呢 我们很多朋友这个问我是面试的时候有哪些问题啊 呃 这个问题太多了啊 那么我我给大家大概从三个呃 这个方面啊 来这个把一些常用的问题给大家来这个列出来啊 那么大家当然如果你要上网上找的话太多了啊 但是我我列这些问题网上有的也有 而且我面试的时候或者是我被面试的时候或者是跟其他manager或者是HR谈的时候 大致都是这样的一个这个情况啊 所以给大家一个这个呃信息吧 对吧 呃 现在这一页呈现的这个问题啊 通常都是HR的问题啊 啊 那么呃 HR在电话面试的时候呢 通常他都要呃通过这些问题来了解你啊 啊 那么比方说要介绍一下你自己 对吧 那么虽然简单说介绍一下你自己 但实际上啊 大家要记住啊 那么实际上他是 为什么他要你这个介绍一下你自己呢 我们说当然他要了解你 另外他也是一个用这边的话来讲 就是这个 icebreaker啊 就是一个破冰啊 也就是说开始谈话前的一个呃 放松的一个阶段 一个relax他特别是面试者HR 他可能让你把这个气氛马上就营造好 对吧 啊 你可不可以呃介绍一下你自己啊 对不对 那么当然呃 这是他必须的同时你会你的回答也给他对你的这个 这个overview的一个这个overall的一个了解 对不对 所以你在这个呃这个问题上啊 虽然简单 但你可千万不要呃这个大 对吧 也就是说你 虽然这个这个问题是要介绍你自己 但实际上他更多的关注是你过去的经验啊 过去的professional experience啊 啊那你当然你说ok我我我我这个叫什么名字我过去啊我上一个工作或者我目前工作在哪个哪个公司啊我在什么样的一个团队工作 那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概是呢 当然你说这些东西的时候全部是要靠你现在这个新申请这个职位的啊 啊 啊 那么甚至你这个现在这个职位做不是你没有设计到的比方说举个简单的例子啊啊啊他设计到个bi developer那么他要求power bi啊和这个exile啊pivet table啊当然包括siko数据库了啊那么你说ok你这些东西全会的情况下你做ok我现在的team我还用tabral啊还用dumo啊那么很显然这对于你的这个这个team就是一个这个benefit对吧你可能讲啊如果你们team一旦用tabral或者是dumo了 那你就作为一个这个这个这个甚至一个这个coach啊你可以把你的知识分享或者是这个coach或者train给其他的别人对不对啊所以大概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这个情况啊啊啊因为我们今天的时间也是啊后面还有好多问题对吧让我尽量的把每个问题解释清楚对吧所以你这块一定是要围绕你的简历啊围绕你的工作经历围绕你的这个啊这个啊这个这个突出的一些这个 技能啊甚至你取得的一些成绩啊啊啊这个来展开啊来展开这是第一个问题啊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你为什么对啊这个啊我们这个工作感兴趣啊对不对啊那么这个问题实际上还有就是我想想啊就是最下面这个问题大家看到没有就是说你为什么要离开你现在的这个公司啊啊对不对其实从某种角度上来讲啊那么他实际上他有时候可能问你那个有的时候可能问你这个下面这个对不对 对不对那你为什么对这个job感兴趣OK那你就可以讲对吧把你你说OK我现在又回这么多technical scale了那么我看你这个job的话呢我有更大的发挥空间对不对而且我也感觉到这个团队很专业啊这个这个当然得基于你了解的情况下啊那么啊你说我是想这个这个支持自己的职业生涯啊这个更进一步同时呢我也为这个这个新的页目贡献出更多的力量对吧country is more对吧大概是这个意思啊 因为每个人情况不一样啊我是给大概要是我我回答面试的时候大概就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另外就是下面这两个问题特别tricky的问题好我我我我我还我辨识这么多次啊坦白来讲我我面试这么多次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这个问题啊但是呢我今天跟那个manager这个银行这个manager探讨的时候我说你你你会不会问到这个这个强项和弱项 那么他说我有的时候我会我会关注一下的啊那么强项啊都好回答了positive的东西对不对你就尽可能的把你自己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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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控一番对吧我我这个好那个好对不对那么这个我就不做过多的这个这个回答那么弱项弱项这个就是刚才我说比较比较risk的对吧你还真不能说ok实实求是来讲你就挑你个弱项来讲但你又不能也就不回答 人家问你问题对不对我看原来网上也也有一些这个解决的方案说ok啊你挑一个啊就是说不太影响你这个申请工作的那么同时呢实际上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啊又是好像你转换成你的强项的比方说他说人家问你啊说ok啊你对弱项什么哦你说我的弱项嗯所以我这个人就是啊太这个工作太认真啊有的时候这个甚至下班了 我还在想啊白天这个呃这个单位上的事情了啊那么这个有的时候就要看啊你的这个当然你通常这个是hr啊有的时候manager也会问啊那看你hrmanager是什么样的人了对吧有的人喜欢这样的有的人不喜欢这样对不对所以我说很tricky啊那么今天我就问我们这个这个银行的这个经理他就提到他说我就问原来我面前段他面试的时候问一个人他说ok你的弱项是什么那个人就说他哦他说我的弱项 就现在communication这一块啊还是这个可以需要加强的对吧然后呃呃我说我说那你我说我问这个manager我说你怎么认为他说如果他就说我的communication communication skill是弱项完就完了他说那我就觉得这不是一个好的回答啊那么如果他说哦我的现在的弱项是这个communication skill但是呢我已经有计划了或者我已经做计划了我现在正在比方说每天啊我都要这个看一些这个研究一些 email啊书写啊包括一些这个公司的一些 documentation啊就是他他更希望你提出来你的弱项之后那么你有一个plan啊你有一个计划来帮助你改善你的这个弱项啊所以这块呢大家就准备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对吧你看看你呃也别太直接找到一个你所谓的真的弱点对吧那么如果特别是这个弱点再能影响到你这个呃这个job 这个这个这个职位的话那你就更好最好就不要说啊所以这个我是把它放出来因为hr确实他要问这些问问题啊下一个问题下一个问题我面试的时候好多次啊我我被面试的时候啊好多次都问到这个问题了啊就是说啊实际上如果一个好的公司啊 啊啊一个这个这个比较这个比较这个规范的一个公司啊实际上他非常注重工作这个员工的一个啊这个职业生涯的啊你的职业规划啊那么像我们的现在的公司啊 啊他实际上每年我们都有这个叫呃你的这个叫呃你的这个叫呃就是你的每年的一个计划你的一个object这个objective啊就是你的一个目标实际上这个目标分几项其中有一项就是你的个人的发展啊所以他特别关注也叫employee engagement就是你在这个公司你的文化环境越好他越有让员工有提升的机会发展的机会 那你这个公司才能留住人才你这个公司才能强大对不对所以这个有的时候不要怕啊所以比方他问你是ok那你五年之后你呃有什么样的一个规划或者什么样的计划或者五年之后你大概要做到什么样的一个位置对不对那ok你就可以你就可以呃回答ok你说哦你说我现在是做一个analyst的对吧我已经有很多的skill了那么呃我想通过自己这个近五年对吧那么我要更多的了解关于bi的一些这个solution一些情况呢 包括比方说呃这个大数据啊啊我是想这个五年之后我完全呃能做一个比方说这个expert啊在这个BI方面的这个专家或者是data analyst这块我能做一些data solution啊或者architect没有问题的啊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呃你要考虑自己的这个职业生涯啊然后下面这个问题下面这个问题呢就是说hr有的时候问呃这个实际上hire manager有的时候也要问他是问你那么你 你在过去工作当中你面对最艰难的这个一个situation是什么那么你是怎么样呃这个呃呃克服他的或者是怎么样赞赏他的对不对呃实际上呢这个问题实际上他问好像说你你最困难实际上他更多的是呃看到你啊几个方面第一就是说因为因为你遇到困难了那就意味着你遇到问题了也就是说意味着你怎么样identify这个problem啊也就是说呃 呃遇到问题以后你怎么样能发现这个问题或者辨别这个问题然后啊最重要他就看到你有问题的话你能不能够给一些solution啊啊啊就像有些人比方说像我们传递有的时候哦他说我有问题了有问题他不他通常来他会把这个问题甩给别人啊你看你要不你告诉我一下或者你怎么做他不会是自己去想一些option啊或想一些解决的办法提出来一些建议对吧 然后你有这个建议以后你怎么来选择你为什么用这样的一个选择这样的一个solution或者是这个option对吧这样的一个选择那么最终你通过这个前三步你最后你看啊你发现问题了然后你考虑问题解决方法了你也选择怎么处理了最后你的outcome就是最后你的结果是什么样对不对很显然你通过你这样一系列的努力和这个这个分析那么最后你把这个问题解决了而且还呃这个效果还相当好 那么通过这个问题就完全看到你有technical skill这个叫什么problem solving这个skill还有你的这个positive的一个态度对吧等等等等啊所以这个也是有的时候have manager也会问你这样的一个这个情况啊然后呢还有啊就是说啊你为你你呃你现在这个工作什么方面你不喜欢啊然后这个或者是你喜欢你现在的工作什么情况然后这个下面这个我想说说 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就是说啊好多特别HR会问你为什么离开你现在的公司啊他们因为有的时候啊考虑啊比方说你是不是被lay off了呀啊那么当然lay off像我刚才提到有很多原因有的是因为公司整个的这个re-org对吧重组有的是因为整个这个team就不需要了对不对啊那么他有的时候也是个人的问题比方说你的performance不好你的technical skill不可以不行对不对 那么他实际上那么他实际上更关注你这个问题这个问题那你像如果你现在还有公司你说哦你说我现在这个公司很好这个比方说这个good company我也很开心啊在这个团队工作但是呢因为我考虑到我个人的这个职业的发展对吧啊那么我需要这个增加我的这个比方说skill啊经验啊那么我觉得新的这个职位更适合我啊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哎通常都用一种positive的态度啊 其实我想我们今天在座的好多同学跟我的想法差不多对吧都是用一种positive的就尽管可能你某种原因不喜欢原来的公司但大家可能也会用一种positive的态度去回答但是真的真的有很多的人啊他的这个想法就非常的负面或negative啊有人说哦他说我的公司特别不好我特别不喜欢那个团队经理怎么怎么样啊我们可能听起来会是像觉得很可笑但真的有人会这么样来回答 或这么样的认为啊所以我们不是说不好因为眼睛很诚实嘛对吧眼睛如实的回答但是呢切记对你的面试是没有好处的没有好处的一般的我们都喜欢positive的人对吧那么这个你还是要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态度好我们看下面那下面就说那你为什么要这个到我们公司来啊对不对实际上呢你申请一个公司 特别稍微大一点的公司的情况下你要了解他这个公司的一个这个value啊那么它的一些culture假如如果你能了解到的话那么哦你说你这个公司我知道是一个这个大公司比方说在这个这个行业啊这个都top的啊然后那个也都这个我知道会有很多的机会啊这个然后我也知道这个这个job这个需要的一些这个technical skill正好我也有甚至我还有更多的technical skill 我想把更多的贡献 来贡献给我们team等等 所以也是这么样的一个情况 那么这个就是你要之前做一些准备 但是我今天也提到 跟manager聊 其实有些公司 特别是hire manager 他有些问题他是不care的 比方说你为什么离开上一个公司 对不对 那么有的时候问题很显然的 我当然是找更好的职位 我当然是要赚更多的钱 对不对 那么如果你要说 我想earn more money 好像很直白 有的时候因为这叫communication skill 所以只是我们转换一种方式 但实际上有些人面试里的人 是不太在乎你的这些东西的 他更在乎的 刚才我们后面会提到 你的technical skill 你的attitude和你的personality 组合性的一个东西 所以这是这个情况 当然HR一般都会问到 那么我这些事都会问到了 HR都肯定会问到 你说你期望的工资是多少 因为他也不想 他因为要了解你对公司的 工资的一个期望 他才能够下一步的筛选 比方说 人家职位的工资 公司的来过 大概就比方说5万到6万左右 你一下子要了7万块钱 就是你再qualify 通常他就不会考虑你了 因为还有很多人也符合 但是人家期望的salary就是5万到6万 对吧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也需要大家了解一下行情 然后如果问的时候 可能你会给一个大概的一个情况 对不对 那么这是salary的一个要求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说 你HR问你就 很高兴今天跟你谈了很多这个问题 我也了解你了 怎么样 可是你现在最后还有什么问题 要问我的吗 那么HR这块还好一点 如果到Hair Manager那块 你一定要准备问题 你一定要准备问题 HR这个概念 你说 那我想了解一下 比方说下一步的process是怎么样 我比方说什么时候能得到您的散会 或者是OK 你假设你在做准备的时候 你对这个公司会有没有 会有一个样的问题 你想知道我们这个location都有哪些 这样的问题你可以问他 他也表示你对这个工作的一个兴趣 一个passion 另外也不至于说你们这个谈话 到最后就说 比较融洽 他问你了 你也问他了 那么就这个很圆满的一个HR的面试 就结束了 对吧 那么我刚才提到 如果你上网的话 这样的问题太多了 HR的问题太多了 那么我们就是在这里就不一一罗列了 但是我给大家介绍的这个问题 还是希望大家能在面试的时候 要有所考虑的 有所考虑的 好我们看一下 这个 如果你HR这个通过了 那么恭喜你 你就会进入到这个onsite的这个manager之间的面试 我刚才也提到 那么有可能是manager 本人 有可能也是manager带另外这个人 我的上一份工作 我第一个HR面试 电话HR面试完了以后 然后我的manager电话面试了我一个半小时 然后他紧接着他就说 马上第二天给我发email 他说我要进行下一轮的面试 然后下一轮的面试的时候 其实后来我也知道 其实在第一次面试的时候 他就已经target到我了 这也就是说基本上要我了 那么他像我刚才提到的 他为了更make sure一些 所以第二次面试的时候 他邀请了我们team的这个data architect 因为Data architect通常都对整个数据的架构 数据的环境 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上次给大家介绍 我们的企业级和部门级的数据的环境和数据架构 那会儿通常都是由来Data architect来解决的 所以他整个他有个high level的 他从上网下看 他知道这个职位需要哪些technical skill 今后这个人来了以后 多长时间就能够开展工作 然后能不能胜任这个工作 对吧 所以第二次的时候 他俩主要就是这个data architect问我 问我好多技术上的问题 process的一些问题 然后我们司令 manager就说 OK 他说谁谁谁 他说你可以 好了 感谢你 说你可以 我们在电话上 你可以离线了 那么那个人离线以后 他马上就跟我说 他说OK David 他说我决定就要你了 然后我们进入下一步 他说 大概比方你工资 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然后你多长时间 可以就是这个到我们这个team来 那么通常你有一份工作的话 通常你给这个当前工作 这个公司 通常都是两个星期 两个星期的notification 两个星期的这个情况 然后你说或者是你觉得他这个新的这个职位 这个已经百分之百的要你了 OK 如果你想再放松一下 OK 那你给我三个星期 你得看 就是你你的原来的公司 你要有一些工作上的交接 另外你表示你要可能处理一些个人的问题 家里的一些事情 你也可以拉长一点 那么忠然之看双方面的这个情况 那么当时他就实际上就给你 马上就给你offer 签了offer以后 你这个面试就顺利的结束了 那么你就等两个星期或三个星期以后 那你就到一个新的环境去工作了 那么我现在这一页 我为什么没有开始 我也想念一些 因为这个也是 这个hire manager 就onsight的这块 那么他肯定是要最最关注的 就是你的technical skill和你的经验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在问你技术技巧和经验的这个过程当中 真的 这个不是这个 我是真的有体会 也真的跟好多的director manager 这个雇佣的人 这个跟他们交流 这个attitude 就是你当时面试的态度和你的personality 我们中文讲人品 是很重要的 attitude就是你的 我先说technical skill 因为我们有好多问题 那么具体结合我们的这个resume 每个人的身体职位不同 那个你大家自己可以去准备一些东西 那么我重点提到 因为我知道我们很多人 很多朋友 自己可能有意无意的不注意你的attitude 或者是有的人personality 挺天生的 或者有时候不太好改 明白我的意思吧 但是你为了找到一个理想的工作 你一定要注意的 那么attitude 那毫无疑问 你就是一定要有一个positive的一个态度 一个这边的proactive 一个积极的一个态度 比方说他如果像你问你 他如果有一个问题的时候 比方说问到你一些难题的时候 你不要说I don't know 或者怎么样 对吧 你把你的态度 你说这个问题 OK 你说我现在是 目前我的工作还没有结束 但是你说 你看我已经有这么多经验了 我相信 而且那块我有一定的了解 那么我肯定会快速的 把他以我的现在的经验 我会尽快的时间来把他catch up 然后投入到工作当中 所以你看这是一个积极的态度的表现 另外这个personality 我知道这里都说到很多方面 那么personality就是人品 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在面试的时候 除了自信以外 我们这边的词是不是 怎么讲humble 就是说我们中国人有的时候 习惯太谦虚 太谦虚也不好 但是你一定不能太 我们说太骄傲 或太那种自大 我为什么说这个事情 是有真实的案例的 我第一份的工作 我们有个cineman者 后来他跟我讲 实际上在决定要我的时候之前 他也有一个很好的候选人 当然他说这个候选人的技术 那个时候他后来跟我讲 他技术比我要好 为什么没有选择他 选择我了呢 就是说在面试那个人的时候 最后我的cine manager跟我提到 他说不知道是我在面试他 还是他在面试我 当然跟每个manager经理 这个性格也有关系 那么他就这个面试的经理 他就觉得你太说话的方式 包括你的表达 可能有点太自大 或者是某种情况上 不太有礼貌 对不对 不太谦卑 对吧 通常manager是不喜欢这样的人的 因为你把你这个要来以后 很显然工作起来会很难开展 所以他会跟我提到 在面试的时候 如果两个人技术不相上下的时候 他宁可要personality好的人 所以这是我后来在工作当中 也是我这个提到 我这个跟cine manager 他们都觉得 哦这个人不错 很好相处 其实到达一定赖我 或到达一定程度的时候 还再回到我刚才说 那个门槛的那个问题 就是我们的technical skill 应该没有问题了 通过学习 通过经验 对不对 即使差一点 你真的到实际的工作环境当中 你很快是没有问题的 对吧 那么他跟那个我们 这个像manager他不关注 不是不关注 就是说不是那么太在乎的情况下 他当然希望你是一个 不仅是跟他 还有跟整个这个team合作的时候 你是一个非常容易沟通的人 你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人 非常乐观的人 非常乐意帮助别人的人 所以这是我强调的 因为我知道 我的经历和我接触到 很多很多的移民朋友 新朋友在找工作的时候 有这样一些的缺陷也好 或者是问题也好 所以我是愿意把这些东西告诉大家 那么你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开朗 非常乐观 非常愿意帮助别人的人 那么太好了 如果你可能在性格上 有某些方面 可能不是这方面的 那我希望你在面试的时候 尽量的把自己 往这方面的靠 可能你的工作机会 就会更大一些 因为你要记住 职场有很多大牛 这个人是不缺的 就是technical skill 这个高的人是不太缺的 缺的是一个综合性的 就是说你既有技术 又有态度又有人品 是这样的一个人 不要小瞧后面的两点 所以这是我提到的 这个hire manager的面试的时候 然后这个问题 就是你要准备的问题 在你跟hire manager面试的时候 或者团队面试的时候 那么你要问的 通常比较一个专业的面试的话 都是在最后hire manager 他说你看我们已经聊得不错 那你看你对我 或者是对我的team 或对这个职位 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要问 你必须要问 有些人就是没有经验的话 不准备 那么不准备的话 那你表示你对这个工作 可能虽然可能你真的很感兴趣 但你给人的感觉 就是说OK 你无所谓 对吧 那不可以 所以你通常 你一定要提前准备好一些问题 最最常见的问题 最最常见的问题 如果你别的问题都准备不好 你看第三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 如果你作为一个数据分析师 和BI developer 那你可以问一问 你说 那我们的工作环境 大概是什么 当然这个工作环境 可能还不是我说的数据环境 就是说你可能 比方说有不同的location 或者是你需要到当商上班 或怎么样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环境 你还可以问他 你说我知道我们这个数据 我们这个team要数据产生报表 你说我能大概问一下 我们整个overall的数据环境 大概是什么样 OK 那特别是一般的architect在的时候 他会给你介绍 比方说我们就这个 daywarehouse 有daymart 我们大概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这个报表 我们用哪些BI工具 对不对 所以你可以问这样的问题 问这样的问题 第一 你使整个你的面试比较完整 第二 你真的提前了解了一下 你的公司的一个 比方说数据环境 这个情况 那么 因为你通过这块 你刚才我提到了 到你拿到offer的时候 还有一段时间 那么你还可以准备 比方说人家环境 涉及到用到oracle 你过去一直用cg server 没问题 虽然两个星期很短 但你大概的 你就可以有机会 去了解这个oracle 不至于你一开始工作的时候 可能会比较忙碌 对吧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另外的话 通常问的话 你看第一个 就说 我想知道 你对我 这个六个月 这个头六个月 你有什么样的一个期待 你有什么样的一个期待 对吧 或者是这个问题 这个反过来 反过来 有的时候 hair manager会问你 他问你 他不这么问 有的时候他问你 他说 ok 那如果你要到我们这个team来 那么头三个月 你大概 你想做哪些工作 大家听明白我这问题 就是说可以两方面 一方面他不问你 你可以问他 他对你的一个期望 另一方面 他可能他就直接问你了 就是说你 如果入职来 你到team 加入我们这个team以后 你头三个月 大概你要做什么 对不对 那实际上 如果我们作为数据分析师 和BI developer的话 那你就可以这么回答 大概 就是简单 OK 你说我们尽快的熟悉一下 我们这个team的数据环境 然后这个数据流程 也要看一些 比方说documentation 了解一些 我们的business的一些 这个logic 或者是一些 这个domain的一些knowledge 然后尽快的 这个 这个 投入到工作的工具 这是大概的一个 答案 大概 当然 还是那句话 这个 因人而异 这个 要你自己来 更好的准备 另外你也可以问他 那么 我这个需要学习哪些 我的opportunity 就是说 我会有哪些机会 让我学习和成长 在你这个team也好 在你这个公司也好 对吧 好像我 然后没提出 好像我上次好 大概类似于这样 他告诉我 他说 我们这个team 虽然现在有用很多的 先进的一些技巧 但我们仍然在 这个扩展 比方说 我们现在有这个 这个date lake了 Big data了 那我们当然希望 你要感兴趣的话 你有机会 可以接受一些 这方面的培训 然后可以 也帮助team 更好的利用 这些这个东西 对 所以你有这样的一些 问题 另外和 最下面那个 也差不多 那么你可以问你 这个公司 对于我们个人的成长 和发展 有没有什么样的计划 像我们公司 每个都是有这个 他叫 career development 叫职业规划 职业规划 它都是有的 让你参与 比如说 你想今年目标 我们每年都定目标 从technical这块 你比如说 你说我今年 我要学习大数据 我要学习Hadoop 那么 比如说 或者从business角度来讲 你说我要了解一些 call center的一些 这个workflow 等等 所以它是有这样的 一个计划 来帮你 标的你的职业生涯 那么这是 问题 一定要准备 所以我刚才大家看到了 我从三个 这个不同的角度 一个是HR 可能问到你的问题 一个是你onsite 这个manager 要问到你的一些问题 和你要问Hire manager的问题 这三个方面 你一定要准备这个问题 所以这是我今天 要给大家介绍的 我知道 我们的面试 刚才还回到最开始的讨论 对吧 这里头真的因人而异 但总而言之 你对这些process 你对这些问题 有个大概的了解 那么最最主要 我们也都知道 内人是主要 对不对 外人是这样的 也就是说你找工作过程当中 你 才能真正把握好你自己 你才能充分的准备 然后自己有信心 然后去这个一步一步的来 找到你理想工作 那么因为今天 这个也是时间关系 我想我们就 这个不给大家提供问题的机会了 因为这样的话 大家可以 如果在有面试的时候 比方有一些个人的一些问题 可以私下里email我 或者是微信 然后或者是 如果有好的问题 好的经验 关于求职和面试这一块 我们甚至可以再做一个专题 我们以上这些东西 这个只是给大家一个参考 那么也希望大家 在自己找工作的过程当中 一定要有针对性 然后把自己的简历准备好 cover letter准备好 面试准备好 也希望大家能找到影响的工作 好吧 那 我们今天 或者是我还是给大家留一点时间 大家有什么简短的问题 可以问我的吗 那好 我知道我们这个 因为大家也需要时间来消化 来整理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 也感谢大家 那我们下一周 如果没有变化的话 我们主要是对这个 Database和T-SQL的一部分 知识内容 做一个概括 好吧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 再见 各位 By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再见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iино